大陆四川的甘孜州 现场周围都是海拔超过2000公尺的山区 地震过后多出山体摊坊 尘土飞扬 目前是北京时间13点20分 五线所在的位置是卢定县 大坝跟八深山体滑坡堵塞了道路 根据大陆官方测算 5号下午这场地震 镇央在甘孜州的卢定县规模6.8 为李志强 就连距离226公里外的四川省会成都 都有明显的震感 成都民众家里面不止吊灯摇晃 当地招牌的麻辣锅也晃到溢出来 让成都民众无奈的是 过去这一个多月 他们刚刚熬过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干旱缺电 接着暴雨 然后是疫情风控还没结束 现在又遇到地震 想要夺门而出逃命 还要怕违反防疫规定 更惨的是成都温江区这栋大楼住户 摇晃之间发现自家大楼好像歪了 从窗户看出去 怎么跟隔壁洞越遥越近 不止四川的成都 潘之花跟附近的重庆市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甚至连陕西西安都有民众说 有明显震感 大陆官方已经派遣救援 跟灾害调查人员赶往镇央 TVHN 李延志 庄志伟 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